国民党总统初选五家民调公司 公布之后在网上就疯传 各种机构效应问卷方法 让许多人都非常的担忧 多次参与地方选举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 UCLA加州州立大学的民调专家郑美联 从美国的民调对比台湾的民调 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言 我在UCLA就是洛杉矶加大 我的背景是社会学 我在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 教了六年的书 做社会调查也是我最有兴趣的专业之一 对于台湾的一些民调 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不了解 在美国做民调的时候 也会要取非常多的样本 也就是sampling sample是什么意思 sample就是要代表母体 有代表性 民调公司都会对于他们sample的特性 比如说什么年龄 居住在什么地方 职业 政治取向 他都会公布的 这样子才能够透明的 让我们信任 这一些民调是具有代表性 真实性 公开性 公平性 透明化 那么这样子的民调才会取得大家的信任 有很多民调呢 他们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那在特别设计的时候呢 就参入了很多不公平性在里面 有政治取向 或者是有经济取向 甚至于有sponsorship 也就是说是什么人来支持这一次的民调 那这一些呢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民调就是要反映母体真正的情况 那如果民调的sample 或者是做民调的公司 他们都已经受到污染了 那么这一些民调出来的结果 必然也是扭曲的 污染的 所以呢 我们要呼吁 台湾的民调 需要公平 公开 公正 透明化 专业化 在地区性的 选举的话呢 也许一千到三千是足够的 但是如果是总统级的选举 可能一千三千 是没有真正的代表性 也许这个民调的数字 应该要大幅度的提高 而且城乡也必须要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足一 年龄层 职业群 政治取向 都需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分配 这样才会公平 如果能够把民调的数字 不 sampling的数字 从一千人三千人变到一万人 它的这个公正性 可靠性 可信赖度 就会比较高 那希望我们很快能够知道 民调公司要怎么样进行他们的民调 让民调是透明化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在海外呢 就觉得放心了 不会有人从中摆布 或者是污染我们民调的数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知道美国的民调大概都有多少的样本数 多少人呢 一般来讲 数万人以上 对 而且都是这些数万人以上的资料呢 都还是要有有效的 就是valid的样本才有意义 那我听说 好像他们先会做一个事先的调查 先打电话去问说 请问你支持韩国瑜吗 如果你支持了 你的电话号码就会被删除 那这样子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一个行动 我非常期待可以看到台湾的民调呢 民调机构能够公开他们的民调的测试的方法 这样子我们觉得会比较有可信度 美国每天电视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